华诞鲜虾仁 华诞鲜虾仁是广东一道传统名菜 制作这道菜的主料有鸡蛋青、鸡蛋和虾仁250克 调料有葱米10克 芝麻油0.5克 小苏打0.7克 胡椒粉少许 干淀粉3克 精盐7克 味精5克 现在我们开始来做这道菜 将鲜虾仁洗净放入碗中 放入小苏打、干淀粉和蛋青 用筷子搅匀 把鸡蛋磕入碗中 加上盐、味精、胡椒粉、芝麻油、淀粉和切好的葱栗 打散、搅拌均匀 炒锅上火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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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放上油 用旺火烧热 下入煎好的虾仁泡油 炒锅上火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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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放少许油 再倒入鸡蛋液和划好的鲜虾仁一同炒至均匀 炒锅上火 炒锅上火 成熟后就可以装置盘中 在做这道菜的时候要注意 炒制时火不宜太旺 否则会出现糊锅现象 现在这道滑蛋鲜虾仁就已经做好了 这道菜的特点是色泽浅黄 质地软滑 炒锅上火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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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炒锅上火